中国华南地区近期降下暴雨 十条河流发生超紧洪水 江西安远县遭遇洪水 民房农田等被淹 200余户紧急避险 沙鲁利阿拉伯外交大臣沸瑟 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布杜拉·西安 6号在北京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今年3月10号在北京宣布达成协议 同意恢复7年前因伊朗示威者 攻击沙国外交使领馆而中断的关系 这对宿敌关系正常化 将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每到清明节天价目的话题再引热议 最近中共中纪委自曝殆葬领域的骨灰盒 竞销差价率高达270% 而上海深圳市目的价格高昂 每平方米分别达76万元和14.9万元人民币 网民纷纷感叹死不起 做鬼也难 陆美一篇标题为福州最富军医 住大别墅拿4600万买债全包 资产或过亿的报道 曝光了共军联请保障部队 第900医院主任医师成龙的巨额财富 作为中共军方医院的一名军医 成龙的工资收入究竟有多高 他是如何获得巨额财富 引发外界关注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台电视台 新唐人亚台电视台